向往的生活第六季终于如愿来到海岛 那怎么能少得了海上娱乐项目呢 蘑菇屋的成员们劳作了一天 在各种海上娱乐中进行释放压力 释怀自然 此前彭玉创在蘑菇屋叫张子峰骑电动车 没想到妹妹还是有点天赋在的 以下就学会了 那到了海岛可要体验一下海上的速度与机情 驾驶着摩托艇在清澈的海面上风驰电车 浪花飞舰与海浪一起起伏奔腾 感受那难以言喻的刺激和快感 这句玛丽好多 再往后退 再转 蘑菇屋的成员们有多喜欢糖玩水呢 搭起水帐来瞬间变成几岁的孩子 与成员们肆意嬉戏 人类最原始的清澈活力都在大家身上完美体现 搭水帐是消除娱乐一举两得的最佳方式 在海边这么应景的地方 大家不得来一场畅快灵异的玩水大作战 相信这一定会是大家这个夏天最难忘的记忆啦 在向往5中新手上路的小绵羊张一新 开拖拉机的样子像极了刚拿到驾照的唠唠 但我们的一星也是持正上岗的 认真学习拖拉机的样子谁不爱呢 那来到海岛必须得清车熟路的和黄老师试试沙滩越野车啦 在漫天飞沙里急速前进 遇风急驰感受越野激情 拖拉机驾驶着我拿的啦 没关上打没关上打一星 哎呀妈呀太不容易了师傅 蘑菇夜晚的睡前项目就是泡脚 来到海岛一定要试试温泉预料 劳累了一天进入温泉池中 小鱼将成为你的注意使者 卫成员们肯去足部老化的皮质和毛孔里的细菌汗字 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十分惬意 我们泡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呀 在向往6的路透里可以发现 张一星已经早早准备好了冲浪版 那必然可以在节目里看到小绵羊冲浪啦 阳光沙滩冲浪明媚的笑容 开启无限的美好 牢牢想立马冲去海边偶遇冲浪的帅哥美女 我遇水就变成爱心的小动物